前面我们学习了硬件的离子渲染 本节目来学习软件离子渲染 软件离子是一种非常实实的离子 需要经过一个渲染过程 才能够看到它完整的运动状态 我们可以在场景中参临一个离子发射器 我们可以在属性面板中设置它的先入属性 每秒的发射频率为300 切换到它离子属性面板 在渲染属性下面我们可以设置相应的选项 离子渲染类型为斑驳 也就是斑点表面 单击当前渲染类型 在这里可以设置它的半径为1 预值为0 只有默认 将它的播放范围设为160 选择笔纸按空中夹A键 切换到属性面板 当其半径为1 预值为0 我们可以打开渲染湿度窗口 单击 再次单击 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 将其保存 然后我们将 这预值设为1 再次查看它的效果 拖动渲染试图下方的滑块来观察 两次渲染的效果 我们可以在离子渲染类型下面选择它的渲染类型为离子云 单击当前渲染类型 在这里可以设置离子云的相关属性 我们设置它的渲染类型为0 我们设置它的预值为0 然后在温度执行温度的菜单命令 渲染编辑海边写的材质操除 选择体积离子云材质 为其创建一个离子云材质 双机可以切换的和材质面板 有材质属性面板 在这里设置离子云的颜色 为橙色 设置它的透明度 将其密度设为0.3 我们也可以设置它的相应的辉光 斑驳的切除 持有默认值 然后我们在场景中 选择离子云 打开 材质编辑器 单击右键 将设置的材质负予选中的离子云 打开渲染的效果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渲染类型 为管状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它的相应属性 我们设置它的管状一 它的属性为0 0.15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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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径一设为0.25 半径一设为0.25 设置了相关属性之后 我们还可以调节 它的材质 也就是离子云的材质渲染效果 打开 打开 该属性可以调节它的颜色以及不透明度 使用默认再次单击渲染四头窗口 查看使用管状离子云创建的渲染效果 有关软件渲染离子的相关知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本节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节我们来学习动力场 首先按键盘上的F5键 切换到它的动力学菜单竹 在菜单中我们选择场 在慢当中 动力场包括空气 空气场 脱带场 重力场等立场 离子在受到这些立场的影响之后 会根据这些立场 中立的大小和性质 发生不同的变化 首先来学习它的空气场 我们使用离子工具 在场景中创建了一个离子阵列 在四头中选择离子平面 然后执行场下面的空气场 打开该选项 在这里可以设置相应的属性 空气场的名称 三个属性 封场 尾流和封扇 在这里可以设置它的强度 为六 设置它的方向 默认指 默认指为 沿着 Y轴的正方向 以及Z轴 速度 默认指为5 我们可以将近设为10 单击Upload选项 观看离子阵列在空气场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空气场 加一键 切换到它的属性面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节空气场的相关属性 然后我们再次观看它的效果 强度值减小 空气场对离子平面的作用力也就减小 还可以在这里设置 它的衰减为3 我们可以将其色位-1 也就是沿着向下 也就是Y轴的副方向 速度为2 在这里可以设置扩散 启用该项 设置扩散的角度 默认指为1 还有几相应的距离 我们可以单击播放按钮 查看它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其中击播放按钮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下 按钮 我们可以做一下 它可以做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 我们可以做一下 我们可以做一下 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做一下 我们可以做一下 它的空气场 轴向设为负一时 我们要将它的空气场移出离子的平面 也就是我们必须将起离子场 空气场拖带到离子平面的上方 才能起作用 否则将无法正确的显示 空气场的作用效果 下面来学习拖带场 在拖带场的窗口属用中 我们可以设置相应的属性 拖带场的名称 拖带场的强度 择减值使用的方向 我们首先在适当中选择离子平面 为其添加一个空气场 单击播放按钮查看它的效果 可以看到离子平面在受到空气场的影响后 产生了变化一个运动效果 我们可以选择离子平面 然后为其执行一个出带场命令 在这里可以设置它的相应属性 只有默认值 然后单击 跟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 离子平面 似乎并没有受到拖带场的影响 这是因为我们拖带场设置的属性 不正确 我们可以按键盘的坑冻家一键 可以修改拖带场的属性参数 设点值将其改为0 然后我们再次单击播放按钮 可以看到 离子平面受到拖带场的利的作用仍然不明显 我们可以修改它的强度 也就是设置它的强度值 将其改为5 增大其作用强度 可以看到 当我们增大了拖带场的作用强度之后 离子平面受到了空气场和拖带场的共同影响 产生了运动的变化效果 下面来学习重力场 重力场是用来模拟物体受到万有引力作用而向下某一方向做加速运动的状态 我们可以使用默认值为场景中的离子平面创建一个重力场 选择离子平面 然后执行 该命令再次单击查看它的效果 可以看到 离子平面受到了重力场 空气场以及拖带场的共同影响 产生的运动变化效果 我们可以在Windows菜单命令下面选择 关联边编辑 选择动力学编关联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离子 选择场 单击空气场 和拖带场 也就是将其 将动力离子 已与空气场和拖带场失去关联 我们再次播放单击该按钮 可以查看到的效果 可以看到 离子平面和拖带场 以及空气场失去了关联 在场景中 自由重力场对离子平面产生了作用 我们再次执行 关联边编辑以及动力学关联 选择拖带场空气场 再次将拖带场和空气场 与离子平面关联 查看它的运动变化效果 它扭中的离子平面 再次受到了重力场 空气场 以及拖带场的共同影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